现在广东队是前排三点攻 队上的是天津两点 大家可以看虽然天津是前排两点 但是呢姚迪 袁新月 林莹都在前排 林莹跟袁新月这两个人在前排的威胁非常大 给队员呢讲得更细致一些 首先是给队员的心理按摩卸下心理的包袱 通过比赛去汲取营养 这每一分丢呢都不能白丢 并且也强调要通过自己的主动进攻完成得分 二才也吹了狗龙队前排处吧 在打背快 这球又配上了 第一局比赛目前天津十三 这次一传顶得不错 好球啊 对 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 有这么优秀的攻守 他的进攻就能够释放出来 袁新月是绝对高度 的失误 丢分比较快 李盈云发球 广东这一边呢 进入前四已经无望 而天津这一边呢 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是奔着冠军去的 所以这场比赛呢 就是要保证一个不错的竞技状态 那么广东队呢 他们要把这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 完全的情绪啊 各个方面的都要调动起来 脸针对着对象 这球确实啊 接得太上网了 二传在对方的副攻手下 去调这个球 这攻守呢 再去进攻 也等于说 并没有说 形成特别好的调整机会 袁新月把这个乌颜 再看天津队的发球 好的 这是打一个短平快球 打快球 翻到位 再调球 这次袁新月往口上调球得分 18比10 天津队一传好 袁新月直接打背快 球是发力摇 就刚才呢 最发前摆主攻力摇这一点 天津队的发球是成功的 而且呢天津队呢 在调整的时候呢 两个人抢到了一起 所以节奏出现混乱 开网进攻 调球 第二次球 天津队继续做好一传 来保证一攻 又来到了天津队的发球强轮 先不去聊 希望李莹莹不要有大碍 我们在场上的队员继续保持 我们在场上的队员继续保持 第二次 明天津队继续保持